香港四大黑道家族 香港四大黑道家族 黑帮一群 六十年代初 大陆地区闹击荒 广东沿海一带呈现大量的逃港潮 其中一个叫乌熙豪的汕头青年 带上几个同乡地区偷渡去了香港 扎根在鱼龙混杂的九龙城镇 一开始 乌熙豪在石峡尾靠着开字花荡起家 集结了九龙城镇一帮 同样来自于潮山地区的老乡 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几年后 乌熙豪带着一众潮州同乡 成立黑道组织一群 转而在九龙一带贩卖毒品 那时起 香港警戒十分腐败 上到探长 下到探人盛行一股贪腐之风 乌熙豪结识了拉他起家的贵人 华人总探长女了 跟他合作利用他的势力做庇护 逐步将贩毒网络 扩大到整个香港 几年的时间之内 便建立了一条从金三角书送到港台和东南亚等的毒品产销地下通道 当然 利益越大的地区争夺也就越激烈 一群先后遭到了本港其他黑帮 甚至是壁虎黑帮的其他警探的打击 乌熙豪从泰国采购了一批军火 乌熙豪的一帮杀手 先后击退了14K和西九警司的暗算 在江湖斗争中 乌熙豪被打断一条腿 因此被人称为国豪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期 一群在香港成为了地下毒品王国的代名词 乌熙豪则是叱咤香港黑白两德的大毒枭 每过几个月 乌熙豪都会用汽车拉一炸车现金 在宾馆内直接给警署的探长和探员们发奖金 十分的威风 当时毒品是黑社会最为暴力的行当 一群牢牢控制着遍布全港大部分的毒品大脑 除了根基同属潮州系的新义安 还掌控了一小部分毒品渠道外 其他邦派与之相比则望尘莫及 不过高调的一群并没有繁盛多久 1973年 党经当局迫于民众压力成立了连政公署 大力清除警戒中的贪腐警员 给乌熙豪提供最大保护伞的总判长吕乐 闻到警署变革之风 迅速挟全家逃离了香港 两年后 乌熙豪被连署逮货重判三十年 随后 失去龙头且经营行的 单一的一群瞬间坍坍 残党们抓得抓散的散 一代黑道家族有此没落 不过 一群虽然在香港只存在了十余年 却贩卖了超过上百吨毒品 毛利十多亿 搞出的动静可谓是史无前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